大家好,我是W,欢迎收看电影随便聊 星际一共对三,跟着一起爆笑又洋葱满满的 B2旅行天团大集结的告别作 还是要用力给他二搞下去啦 电影三以前最后精彩预告分析第三弹 诸多迹象显示天神族是关键 这边帮大家重点整理 对了,我这边还有其他的预告分析说明 有兴趣的人可以从右三角的连结过去哦 哦,来了来了,搞笑天团最终告别作 星际公推三就要上映咯 这是W最爱Marvel的系列 走过路过,绝对是不能给他错过啦 也是来帮忙吹票,不知道大家去买电票了没 最后阶段电影公司如我如图进行宣传同时 也释出了一头落裤的短预告电影的片段 所以呢,这边最后一支的预告分析 赶在电影上映之前包裹了几支短预告的重点 带大家来看看几个有趣感人的电影片段 W帮整理了,看电影前必须要知道的综合男人包 也不只是天团那几个基本来搞笑成员 一些新的画面和到了更多有趣的角色现身 甚至前面两集都是跟天神族有相关的 这一集会例外吗? 是有越来越多迹象显示 除了自告进化、杨朗素士来搅局之外 还有超级无敌屁大只的隐藏版大Boss吗? 不如说,马上带大家来看看一严串精彩介绍分析 可能有朋友还不知道的 W还是先小补充一下 去年迪士尼Plus有推出过一支短片特辑 《星际公路队》《圣诞特别篇》 非常有意思的小短片 但W认为呢? 也不只是阴影景的小短片而已 里面包括那一出的《星际公路队》 跟索尔分手后的状况 那对了一下 《星际公路队》买下资物领域整理之后 现在他们是以资物领域为基地 还有星爵跟唐人女他们是兄妹 也是看到他们几个成员 大家之间的关系更密切了 除了葛摩拉之外啦 这个葛摩拉其实并不是之前 他们熟悉认识的那个葛摩拉 简单说,在《中局事战》 随着萨诺斯过来 他是另一个时空 还没认识星爵另一个葛摩拉 然后呢,他也是《中局事战》中 随萨诺斯过来 没被唐子掩灭掉 是当中唯一留下来的一个 当然就是可以安排 再来到这边 会是接续前缘呢 还是会跟星爵好聚好散 这个可能是大家最关心的 感情聚运线的一部分 不知道大家如何 至少W很care啦 而后面一些预告 也揭露出来了更多出笔桥段 像这边聊到很sade的议题 也可以二搞 帮星爵恶补一下 地球人已经不止活到50岁了啦 理由上来说呢 星际公共对3一开始的剧情 或许可能会再补充一些过程的片段 但可以推测主要就是延续圣诞特别片的状况 所以呢,这也是W强力推荐大家的 还没看过圣诞特别片 看电影之前先去找来看看 然后也来理清一下 圣诞特别片里面 葛摩拉并没有出现 其实葛摩拉那时候还没有回归 再加上了第一只前缘预告可以看到了 星际公对他们来到这个 动物会说话的星球时 一整个团队的成员里面 还没看到葛摩拉 也是意味着他们刚到这颗星球时 这时候葛摩拉是还没跟他们结合在一起行动 这边应该就是Counter Earth 多元地球 另一片段自高进化 已经直接输出多元地球了 而这次这一剧情会牵扯到火箭起源的故事 星爵他们可能接触到求救讯号来到这边 接着应该是接受了这位蝙蝠头妹妹的招待 看到的是发生在人家家里面 有够闹了这一段 等葛摩斯一进来 居然随性体躺在人家沙发上面 每一个人都有问题 也就不能怪星爵都说不了了啦 前面的预告 星爵他们在登陆这颗星球时 之前的画面其实没看到火箭 事实上也无法辨识 这一段火箭是不是有跟他们一起来到这颗星球 不过在这一段很明显是街道刚刚看过 他们在这一位蝙蝠头的家待了一下子之后 前后几个突然急着离开这边 而且是选择开车 除了看到对车子 这种地球人觉得普通的交通工具 他们几个是都很不熟 闹出不少笑话之外 可以再注意一下 星爵在交代事情时 有提到 首先星爵要的客人是跟火箭待在这边 也提到了有二招火箭 火箭是他们的目标 前后对比一下 假设出他们登陆时 火箭没跟他们在一起 那这里面很大可能 他们就在这边找到火箭的 黑碎色火箭被人追 或许迫降到这边 也或许就是被这一位蝙蝠头妹妹 安置在他家这边 然后这时候星爵已经在这边 找到火箭了 不过比较奇怪的是 又是为了什么事情 不然还有什么更紧急 是让星爵急着去处理呢 哈 各位看到了 车子发动之后才发现不会开车 这边是连着上一段 后来是由星爵开车 列布拉坐在副驾的坐 而格伍特则是坐在后座 应该就是他们三个开车出发 地点可能不算太远 所以他们才选择开车 而不是开包一号前往 而他们到底是要去哪里呢 根据W推测 很大可能应该是跟葛摩拉有关联吧 连用上来说 在来到这颗星球之前 星爵他们应该都还没有跟葛摩拉会儿吧 如果说有什么比丢下其他同伴还重要的 跑去找葛摩拉 可能就是星爵会列为优先事项之一 然后更关键性的几个问题 关于这颗星球 这边居民都是那种人类身体 装上其他动物的头 相关于前面W就介绍过 就是关联到 这也是库克狐狸一物级 饰演至高进化的杰作 至高进化也就是改造火箭 变成现在这样的那个人 因此把这些关联起来呢 也是很大可能 刚刚星爵提到有人要找火箭 八角玻璃石应该就至高进化 派人要抓火箭的咯 再带大家看到了 这个是W觉得最感人的一段 电影都还没看 光是这一段 就让人感受到洋葱满满 先简单介绍一下 这次火箭还很小吃的时候 看到里面还有 琳达卡丽丽尼配了莉拉 阿西姆乔杜利配海向提福斯 以及米凯拉福佛配兔兔子福尔 大概看到了他们的环境 可以看到了是相当可怜 被关在笼子里面 而且每次都有被改造过的地方 像莉拉索币是奇迹索币 火箭有好几个补丁 他们其实跟火箭是同一时期 实验下场物 应该是比现在对应地球 哪里居民还要更早期的实验品 而令人相当不舍得 当时还对新世界有所憧憬 他们当中有水踏开一池 说到了他要叫莉拉 海向游队巨大的拳池 他说他要叫Tips 兔子说球团在地板上 就叫做Floor 最后陈诗网雄说出了 他的名字要叫做火箭 他早上会飞的机器 总有一天 他要跟他的朋友一起飞向 永恒绝美的天际 这一段真的是超感人的 也点出火箭 这句话出处 带出了过往回忆 监控环境之下的友谊 只是很可惜 想必后来发生了更可怕的事故 他们被拆散 现实总是那样召唤弄人 事与愿违 好了 尽管并不是很清楚详细的经过 但可以看到了 新卷他们跟葛摩拉碰在一块了 根据在天地里面的 这些垃圾对话 最主要都是听彼得在抱怨啦 说葛摩拉有的没的 大概就是刚刚给他们介绍那样 这个不是他们之前熟悉认识的那个葛摩拉 彼得应该一直想要跟葛摩拉示好 但这个葛摩拉就是不领情 彼得觉得他很机车 所以两个人不演了 就是这样越闹越大 也不确定中间还有什么转折 那么上个围起了这位小姐 还给边吵边闹 进到这边应该是至高进化地盘 敢不推测呢 很会连到这一幕 要去救塔克斯跟塔拉女的吧 而后来再连到了 他们穿上彩色太空霜那一段 星爵是黄色 塔拉女橘色 葛摩拉蓝色 塔克斯是红色 而彼不拉则是绿色 他们的逃命 就这样进到了一个外太空场景 接着看到了这一段 一开始也是有小小感人一下 但后面就还是反映了 他们天团有功能的本质 把原本彼得借实要向葛摩拉 告白的机会给搞砸了 很感人的部分呢 是彼得一直对葛摩拉 念念不忘 就看到了彼得趁着 他们穿着彩色太空装 还以为他有机会 透过视频跟葛摩拉 倾诉他爱意 但看到了 连彼得幸福尔都被叫做 变成空人 再来葛摩拉还是对彼得 完全没感觉 还蛮直接的 就回绝了他们两个之间 没有可能性 也以为按下蓝色按键 是对蓝色那个人通话里 原来根本不是那回事 蓝色其实是公开通讯 下完啦 大家好搞懂 哪个案件才能视频蓝色吗 也是酷酷了 希望这只是中间一个过程 打开诚心希望 他们俩最后 能够有更进一步关系 虽然说很好心 暂时以恶搞方式 化解这一段尴尬 而大家应该也很清楚 看得出来这个背景吧 很明显的 之前W说过 长出外骨骼 内脏 这边也更清楚看到 像是皮肤放大的一个景象 表皮的作折 毛孔 甚至还要长出了一些毛发 最后结局 会是跟自高进化 来个玉石俱焚吗 看到了 资物里玉 那颗天神猪的头 貌似要跟另一架 自高进化飞船 装在一块了 而除了自高进化 仪式还有超级巨大的危险之外 另一个会对星际公队 造成强烈打击的 还有这位由威尔普尔特 饰演的亚当素士 来自自高族 阿耶莎报复 他创造出了亚当素士 可以在一些新的剪辑片段 和到一个大好几个 不确定原因 先吃火箭 金王失措 落跑了 过来一整个 全新升级的 尼布拉 对上亚当素士 背后飞行装置 还有最酷的 奈米科技新手臂 可以变化成 手刀 火炮 强烈攻击 特上呢 可能是圣诞特别篇 尼布拉送了火箭 东兵手臂 火箭用来帮他升级的 只是可惜的 这边还是不能 一举击倒亚当素士 甚至还有看到 九个特头 是跟素腾撑着 很大可能 也是在对抗亚当素士时 被扯下来的 重点又说的是 对付亚当素士 并不容易 或许在植物领域这边 有暂时打退亚当素士 但后面也看到了 亚当素士 再次出现在对应地球 由地上打到天上 由天上才达到了 怪太空去 再看到了 这个旁人大物 从水岸边冒出来 可能是至高进化 藏在多元地球里的 巨大飞行基地 也像是前面看过 天神族闪亮亮 和甲那样 而换个角度来看 也很像有个猪电 看过 天神族地牙幕 从地壳冒出来 那样的几项 是不是呢 这其中 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关联 相当令人好奇 加刚刚给大家看过 新爵他们在 外带屋场景那段 W也说过了好奇事 超巨大骨骸 且又生成出来 这些都显示了 很大可能 跟天神族脱不了关系 主要要对抗 超巨大Boss 是不是就是天神族呢 而除此之外 其他更多有趣的人事物 系列是射龙 C.S.T.卡 奥格德 破坏者李秀 是不是还会看到 杨子雄饰演的阿塔呢 一些穿着像是 肉店那样服装 有点蠢蠢的 他们是自高进化打手吗 还有更多改造过 格摩拉 帅气即杀了 有战予出手 但机械角这只 小白兔模样 机械手脚 刚刚看过 哈斯福尔 有玛丽亚 班哈诺瓦 配音的太空狗狗 科斯莫 前面看过 布鲁普 马洛龙 四个耳朵 也就却量级 更多破坏者成员 奇奇怪怪的外星人 好了 总结起来呢 目前首映之后 评价普遍好评 接下来就等电影上映 大家一起来帮 加油 集气了 大家都已经知道 这是星际公路队 毕业告别作 也预计了 会是一部洋葱茫茫 感动人心 热血制作 当然 剧中少不留 天团和胡搞相搞的 爆笑剧情 像这边 星际公路突然转向 跟涅布拉放电 真的是很有毛病的一部 不过也就这样 才能对照出 他们团人之间的 直白的真性情 再来呢 这篇先帮列出了 这是星际公路队3的歌单 喜欢星际公路队的朋友 应该也都知道 当你跳的歌 分别代表了 整部电影的精神 每首歌都相当符合了 里面剧情各种情境 所以当然是非常期待 这一次新挑戏血的歌曲 又会跟这部 感恩热血告别作 产生怎么样化学作用呢 而最后 就会心觉装骂了 至高进化这一段 给他们点心的恶好 来为这支影片 做一个结尾 呃 赶快去买票 支持才是最重要的 当然就这样了 还有什么意见 看法 欢迎在底下来 大家一起来讨论 星际一公队3吧 以上就是我的介绍 如果觉得不错 可以在下面帮我按个赞 如果喜欢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有什么想法 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讨论电影哦 那就先这样咯 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